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年 他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行义权代表性传承人 那么张玉林是如何与行义权结下不解之缘的? 在传承行义权的过程中 他又有着哪些显为人知的经历呢? 张玉林出生于河北省深县阳窝村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 同村的张魁敬大伯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三个爱好 一个是武术 再是烧气 在中国想气 再就是这个 讲故事吧 小说 你看这个三学间 廖斩 包括七小五一 小五一 他对这个们讲人比较多 因为故事讲得精彩 村里的年轻人 常常晚上聚在张魁敬家中 他都是正义的 他都是都正道的 对人们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好 传统故事里的狭义人物 虽然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 但这些在张魁敬口中栩栩如生的形象 深深吸引了年少的张玉林 连这个动作都给你弄出来 都给你讲出来 什么这个 什么油锤瓜顶 用个什么 他都给你讲出来 为了能多听故事 每天放学 张玉林几乎都会第一个跑到大伯家 帮他扫院子 喂猪 挑水 希望大伯的家务活少些 就能多腾出时间来说故事 他跟我母亲的说 这个玉林有点意思 我教教他 连着武术吧 当时不知道老师有多多工作 对武术他没那么搞真认识 只能说行了 一听 主要是学武术 也是为了听故事 就这样 张玉林败在张魁敬门下 成为师父的第一个徒弟 败师之后才得知 原来说故事的大伯 是刑艺权祖师 李老能的第三代弟子 在师父眼中 习武不是为了耗勇斗狠 而是培养刚健自强的意志力 要敢做 敢当 敢为 行善事 做人比俩功夫还重要 功夫配合这个人情 不是光是动手 放射人的理论 是不是他赢不到 你放什么呀 他问他这个非常非常怪 虽然已经时隔几十年 但张玉林 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 最开始的学艺过程 在他的印象里 学习行艺权固然辛苦漫长 可师父的教学方式 激发了他的兴趣 张玉林也从为听故事学权 转变为专心致志地学习拳法 冬天来给你盘点水 最早就带边回来 这个转 竖着走 你俩俩回来 帮你帮个把垫 把垫的身子俩 因为他讲好多这样子 都把你吸出来 他真是跟你说 你去真消气 心情找你去俩俩俩 你对这个全认识 他就赶紧随时 最后年龄增长 你敢想想 呼一呼一越来 你才知道怎么回事了 在师父的教授和引导下 张玉林的功夫进步很快 同时师父对他的行为规范 也提出了要求 他说你最好别喝压酒 低调一些 坐着点撑起来 1971年 张玉林不能再心无旁骛地练拳了 他必须要有一份工作 面对工作选择 张玉林并没有图轻声 他选择了去一家 需要一定体力的国营饭店 饭店去了干什么呀 我说一开始 我说我老风向吧 原来没这个电 老风向 老风向不整个 咱俩蹦去 平跑 尤其那个火到火 后来干炒 你火上去炒那个菜 就不一样 因为做事认真 干活不犀利 没过多久 张玉林被调到了面食组 他曾经在一天里 活了500多公斤干面 刚好来 胡那儿落风向都不行 我说我调胡那儿先 胡那儿先 我说你这 你刚好是不是 你这可行 你这这么干什么 我说你消消炒菜吧 找我消消炒菜 炒菜那个发鬼 端那个炒菜骨 叫老木臣那位 这都是俩全 也是俩人的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 不到30岁 张玉林就被评为 河北省学雷锋彪病 之后 省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 也接踵而来 1983年 他被任命为 深县物价局副局长 那时 物价局负责市场上的 商品定价 工作待遇 因时优渥 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 但是 张玉林在物价局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却主动要求 调到题尾 我跟领导也说明了 我想 咋个深州的武术 搞我 搞我国际比赛吧 在此之前 深州从没有承办过 任何国际性武术赛会 当拿到河北深州 第一届 国际行义权交流大会的审批报告时 距离开幕时间 还剩不到三个月 虽然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举办大会的体育场 还没有着落 除了全力以赴 张玉林没有退路 为了能保证行义权交流大会的顺利举办 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精髓 张玉林事无巨细 亲力亲为 除了要落实体育场 他还负责联络国内外参赛选手 以及筹备开幕式 那段时间 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有时候就说 人家里头还能睡觉 我们走着都能睡觉 为了开幕式的节目编排 张玉林每周还要往返一次北京 给他弄这个开幕式 咋不懂呢 老爷爷来再送去 因为是国际赛事 张玉林还设计了大赛的汇标 并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由于经验不足 也闹出了笑话 来了他是叫急的 有个人当神圳保持去了 都突然之了 我神圳是神圳 神圳我是神圳 有的不知道刚刚出发了 给他弄成神圳了 请平议员 运动员 入场 河北深州第一届国际行议权 交流大会的圆满成功 让人们看到了深州这座小县城 举办国际赛事的能力 也让世界领略了中国武术的魅力 两年之后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张玉林又筹划举办了 河北深州第二届国际行议权交流大会 平议员首先通过主题台 让我们热烈地欢迎他们 在两届深州国际行议权交流大会中 张玉林担任的都是总评议长 他谦和的为人和出众的武技 得到了国内外行议权爱好者的 一致认可 渐渐地来自国外的武术邀请函 多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深州进行武术交流 希望强身健体 学习中国武术文化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张玉林家中拍摄的一段 他给村里年轻人交权的视频 一直以来 张玉林强调真正的武术 要做到练用一体 在行一拳的套路行进中 每一个动作都是御敌的用法 既科学又富于变化 这个身上好多撒脚性 你把手 我这个手出来 我折到这一条下 这一条下 这不撒脚性 我这个手跟脚 这一条下 折上来 这再撒脚性 我这个手跟着这个手 这不一条下 这个手冲这个手 这一条下 这撒脚性 它运行当中都不一样了 变化都快得多了 行一拳即及时 身子作为一个整体 遵照三角力学原理 讲求上中下三个部分 彼此呼应 其用法与古代排兵部阵 皆同一礼 让这个身子人 这三拳 是不是咱俩这一拳 刚才那两人 你把这个整个的 也放到这个要去 我各方三个去 因为叫上身子人 整个的都成了 要不是找你找整体的 是不是 它整体就是一拳 抢后上校都是一体 要五十五九的 将用法 它俩都俩用 各五十分 一百分 麻分 这天清晨 张玉林让儿子张华 在老家院子里 挖了一个 近两米建方的土坑 对他的用途 张华并不清楚 行了 伙子 撩下吧 我这不贴 撩在一边 他们都没嫁过 我叫他们的 我是一样的 不是说大事实在内外 我没去的 这都是两心一圈 撒手当中 放肾当中的 采用这个 这个原来老人 非常保庇 从来不对外 这是张玉林第一次 对外展示 土坑中的练法 非常保守 原来这几年 还比较开放了 我们劝着 原来这个权的技术 市面上根本没有 他也在主播往外放 一些保庇的东西 好的东西 过去 你像传统 传统权里边 上班留的规矩 就不让人讲多人 也在讲 他的意识也在改变 除方形坑外 还有练习难度更大的 圆形坑 三角坑 坑的形状 深度都各有门道 泡泡 是不是 从前说这个 高 这个深度不够 这个深度多深合理呀 就是说 你这个深度当中 他就讲 随着你这个高度 带你这膝盖一下 他膝盖在这门前 扒到你 你坐下 他摔不着你 这是科学都在这了 再都是 挺深了 你高了 你这个腿 他能绷进 绷进 利用这样一绷子出去了 他能绷进 这个坑是谁呀 必须是你跑 这都是你俩全的房子 你得倒到这个程度 如果三年再让你提高 你这个程度也倒不到 那个提高不行 你这一走去 这么一走 一走都出去了 是不是 这是找他的角度 为什么我找 你没活着 我也在这儿推进 你肯定好多 你上那个家伙来 你肯定不好多了 是不是 这是要 你再去跑了 你再这 你两边都跑 再这 你往这儿跑也不行 往这儿跑也不行 我吃自己 我进过你 你咋做 你进过我 我咋做 这不退手 你看 这不退手 你再出 是不是这 这不是最崩穴 腰术崩穴 这不都出去了 对 是不是这 批 崩 都出去了 五星河呀 这都厉害了 那五星的倒下 但是在什么时候 都是行 但是说得 有个鸟 在被鸟 来了 我就不厉了 溜到了 你也看不见人来去 是 有树枝子 有树上 树荡子 什么 这些不对外 都是投出来 都不在天上 这是规矩 在过去 为防止被外人看到 每次练完之后 土坑都要填平 挖和田 也是练拳的过程 这不都是 大家的心意不忘 你看 我才走当中 你要出地 也都是下上下腿 再带我回楼 再上 腿有腿 也有腿 你这也是膝盖 你这一条 它不都出现了 一样 它这个 搅拌了后 你这个 你挖着这个棍 它不是一体了 它都得用上 也得挂到 挂到这个线点上去 就行 不是 田平一小时 对 对 他就把这个 拳拥有上 生活 随时随时都在练 上楼梯 你观察 上楼梯 所有的跟别人都不一样 对吧 上楼梯 哪个脚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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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带着动作的 因为我观察比较细 我总观察 从拜师到成为国家级传承人 张玉林练了六十多年行义拳 武术和生活早已融在了一起 他继承了师父留下的记忆 但传承的使命感超越了前人 最挂加的地方 我必须得看出人 彻底了解这个人以后 确实多到水平了 我肯定讲 一点不保守 他到不了那个程度 你教他 他都把你这个东西 给你扔的 该保保守的 该保闭的 该保得保守 多到水平了 你教育他可以 多到水平了 彼此得教出去 他会把这个东西 比起还重要 近些年来 除了传承弟子 张玉林还在为校园行义拳的 普及和推广不遗余力 张老师非常重视传授给孩子 这期间呢 我当了秘书上来以后 我对接了几个学校 他说咱们一定要把学校的学生们教好 没有任何条件 只是我想教你 在张玉林看来 在张玉林看来 书展迅捷的行义拳 符合青少年阳光向上的特点 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有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 他告诉年轻人 凡是值得做的事 就值得做好 在地的 在地的 要有力量 对了 要有力量 这个体验要有力量 注意啊 身子直起来 越亮越直 不能说越亮 落个腰 那个不行 阳光直气 是不是 对他这个佛誉 对他有非常 对他这个精神 非常非常好 自信而谦逊 朴实而坚定 是张玉林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他有心中的目标 也恪守着前人的规矩 有时也会气馁 但从不抱怨 在他心中 中国武术 是真正的宝藏